间谍气球事件持续发酵 美国军方宣称 在这个月初被击落的中国气球中 发现了可能被用来收集情报的感应器 而在这同时 中国昨天就反指美国 从去年开始就有十多次 非法飞跃中国领空的不良记录 不过对于指控 美国白宫立刻否认 中美双方再次针对 间谍气球事件隔空过招 针对美国加拿大上空 近期发现的不明物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宣称毫不知情 但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他却反指控美国 在部署间谍气球可谓惊艳老道 因为中方从去年至今 就已在自家领空 发现十多个美国气球 美方的气球 非法进入别国的领空 并不是什么西汉市 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那样 仅去年以来 美方的高空气球 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就十余次非法飞跃中国的领空 所以美方应当改弦 更张反攻自行 而不是抹黑 指责中方 汪文斌指出 中方已经以负责任何专业的方式 应对这些气球 美方反倒是平凭发射先进导弹 击落不明飞行物 行为根本是反应过度 汪文斌更说 美国在全球放了多少间接气球 谁又是世上最大的见听帝国 自己心里有数 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是否认到底 对美国近期 频频在自家上空发现飞行物 科比解释 美军已经在雷达数据上做出调整 可以在领空发现更小 移动速度更慢的物体 至于最先在北美修轮湖 上空发现的八角形物体 五角大楼保证 击落行动不会影响地面上的居民 相关物体也和外星人无关 素е感应用 大楼 非海岸 大楼 明飞行动 大楼 冬度 大楼 大楼 感谢观看